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週星期一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那我們看一下本週有什麼遊戲掌聲吧 魔物獵人 Now 使用Nianti 跟 Capcom 共同打造的 真實世界的狩獵動作遊戲 玩家可以到戶外探索、接取完成不同的任務 是一款可以在現實世界裡體驗魔物獵人樂趣的遊戲 一開始有簡單的八怪彎可以選擇 與魔物魔王相遇之後就開始遊戲 遊戲玩法跟以前的寶可夢類型很像 需要開啟位置的定位 接下來就會在你的真實敵人上展開戰鬥 遊戲刻意將操作門檻設計得非常簡單 就是希望讓玩家可以迅速的上手 我玩家分別可以使用點、滑、按壓的方式 做出不同的戰鬥指令 就可以閃避敵人或者是直線攻擊 也可以做出擋格的方式來擋於攻擊 另外玩家可以製作自己喜歡的裝備 透過收集物資材料就可以打造武器裝備 也會有多樣的屬性還有武器 也能利用強化將自己的武器增強 同時你的外觀也會變得完全不一樣 而後期還可以走動到 擁有BOSS的怪物範圍 就可以利用多人連線的方式一同挑戰 讓遊戲變得更加有樂趣 靈命之海是一款真實大世界冒險 MMORPG 具備了高自由度還有社交屬性 遊戲是以真實世界地圖作為舞台 實施展現了玩家之間的互動 而玩家將扮演新人船員 將展開一場全新的航海冒險旅程 在遊戲中存在著戰鬥、貿易、探索等三大主要玩法 最主要都是以海戰為主 而海戰的攻擊方式是以船隻的兩側作為攻擊方向 也能使用範圍器來做攻擊 而玩家能夠在真實地球設計的12億平方米開放大世界 並支持環球旅行的無縫大地圖 讓玩家能夠好好探索 當然有時候也會遇到海盜囉 而在遊戲中 玩家將可以透過貿易的部分來賺取金錢 再透過到不同的港口購買特產 再去不同城鎮做販賣就可以來賺取差價 而玩家也可以在酒館招募夥伴 將夥伴安排在不同的位置 就能夠讓我方的戰鬥力越來越強 而後期還可以升級我方的船艦 一步步升級你的廣彎 而後期還能開啟職業內容 共有四種職業 聖殿軍、營遊詩人、彈藥專家、總砲石 而這裡的職業並不是普通戰鬥 而實在是海上的戰鬥職業 遊戲中做了很多的互動式玩法 不管是在船街上、港口、酒館 都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而遊戲特別找到了 強尼代普會遊戲主演、主題宣傳片、冒險者的遊戲 難說真的太感動了 月光教科斯暗黑型的 是由月光教科斯小說原作IP開發的MMORG新作 玩家將探索一個全新的故事場景 故事發生在原作故事的60年之後 主人物已經成為Fireside大陸的征服者 然而大膽的暗黑型者出現了破壞的和諧 職業的部分共分為五種 戰士、魔法師、弓箭手、聖騎士、屌爾格斯 也都會有男女可以選擇 而戰鬥才是充滿戰鬥動態的MMORG 不過與一般的動作類型不同 在視野的部分則是固定視角 是沒有辦法360度的去做旋轉 而在人物控制的部分 採用的是點選畫面的移動 也沒有方向鍵 這部分需要熟悉一下 而遊戲中除了一般戰鬥之外 初期還是習慣使用自動戰鬥 偶爾才會使用點選畫面閃避敵人攻擊 而在遊戲中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也就是武器的外觀系統 大概就是變身卷軸的概念 需要抽卡使用就可以強化自身能力 而每次打怪也有機會掉落怪物卡牌 這些是可以裝備在身上 也可以合成使用 而遊戲中某些小細節也都做得不錯 像是很多場景都可以來做個互動 由韓國往常website正版授權 奇蹟MU紀元在本週正式上市 也找到了李雲順擔領遊戲的代言人 遊戲將延續奇蹟PC版的畫風 還原三大經典職業 並同時升級畫質還有音樂的整體效果 不過在進入遊戲之後 遊戲畫面真的非常懷舊 真的就是好幾年的遊戲畫面 雖然戰鬥的部分不完全是自動戰鬥 但是還是偏向寡奇的玩法 當打敗一定數量的怪物 就可以進入BOSS關卡挑戰BOSS 隨著等級的提升 也可以在商店購買更新的技能書 載助學習 之後也會有一些副本可以挑戰 不過整體的遊戲內容大概就是這樣啦 算是一款期待值大鮭魚遊戲作品 主玩會倖存者是一款生存殺兒的手機遊戲 將玩家帶到一個充滿榮與魔法的 魔幻中式雞王國 玩家將扮演倖存者 在災難降臨的這一刻 整個世界仿佛陷入了泥沼 一開始可以選擇男女 也可以調整外觀 而人物的樣子還有美式風格的感覺 進入遊戲之後 採用的是四十度角的畫面 有一點像是暗黑波還是那樣 不過遊戲的重點還是偏向生存殺害的類型 玩家可以在地圖中收取物資 就可以製作食材 也能夠砍伐木材 就可以裝備更新的武器 而到了後期比較多資源 還可以改造房屋、牆壁 並且製作更多的工作台 遊戲中有一個大特色 就是龍珠系統 大概就是夥伴系統 玩家將可以培養或者是養育自己強大的龍 需要收集到龍蛋還有培養的道具 在培養成熟之後 還需要給他一個龍窩 而每條龍都有獨特的能力還有優勢 玩家將可以攜帶他們出戰 也可以將他們裝備技能 在與敵人坐在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龍族的專屬技能 另外也有與他人合作解鎖的專屬關卡 玩家可以與其他玩家攜手合作 挑戰BOSS 取得更多的培養資源 由FROMFLOCK開發的手機遊戲 《榮耀繼承者》也在本週上市 遊戲是一款收集型RPG 繼承了熱門IP 《榮耀繼承者》的奇幻世界中 充滿各種特色要素 包括了嶄新的劇情 充滿了魅力的追隨者 而戰鬥的部分則是採用即時制 就是那種累積能量就可以使用技能的玩法 而遊戲最主要的熱趣就是豐富的戰略要素 關鍵在於必須考量追隨者之間的屬性 並戰略性的思考角色站位 以構建最大化的協同作用的組合 而後期在開啟兩倍數、四倍數 還有自動戰鬥 這時候戰鬥覺得非常輕鬆 而遊戲的整體畫風還有風格感都還不錯 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以遊戲玩法 就與其他遊戲打同小異啦 盧希拉起源是一款奇幻冒險的策略RPG手遊 玩家將作為起源者 被奇怪的少女就是召喚到一片原始大陸 在充滿一族文化的部落秘境中 同六大部落的獸鳥與夥伴們 在這片神秘大陸中展開一場一族文明的冒險 遊戲的玩法就很像以前的夢境連結 玩家需要在九宮閣上面放上一些美少女來保護自己 而玩家需要累積能量 等到能量累積足夠才能夠召喚 而遊戲是一款即時的類型 另外只要將美少女安排上陣 這些美少女就能在第一時間使用專屬的技能 所以在什麼時候放上這些角色人物就變得非常重要 玩起來也蠻有策略感的 而雖然遊戲需要跟著主線劇情 但是玩家還是可以在這個大地圖中 自由探索以及收集物資 遊戲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小鎮玩法 在這個小鎮當中 玩家將可以建設建築物 也可以派遣人物駐紮在這些商店當中 重點遊戲中的小鎮真的超級大 在後期玩家會有比較多人物的時候 也可以一次收集到大量的物資 也能夠在自己的小鎮上遇到自己擁有的美少女 擁有不同的文明碰撞的火花 與百萬文本劇情故事 帶你在露西達大陸上 展開一場充滿驚醒與刺激的冒險 新天龍八部是由金庸正版授權 傾心打造的武俠手機遊戲 遊戲與U25引擎所打造的真實3D視覺饗宴 在線巨賢裝、真龍起居等知名場景 更有喬峰、段譽、虛竹、阿豬、望魚燕等英雄角色 指點傳世神功 而玩家將扮演將目中一名享客 與天龍八部裡面的英雄們 營造出一個快煙愁熱血的武俠世界 一開始共有四種職業可以選擇 近戰歪攻的該幫 遠程內攻的逍遙 遠程內攻的額眉 近戰歪攻的天山 而後期還可以切換兩種形式 遊戲的玩法是3D的動作類型 遊戲的畫質真的還蠻不錯的 以U25引擎所打造 力求將武俠世界中的 人物景光極致還原 這次的戰鬥界面與以往的武俠遊戲不同 在右下角擁有10個攻擊按鍵 比較像以前的電腦版本 戰鬥起來的流暢度也非常好 搭配多樣的技能選擇 讓攻擊的時候有很多的順序可以使用 而除了一般劇情之外 在遊戲中也加入了很多小遊戲 像是遊戲在倒酒的時候 或是玩骰折瘦 都需要滑動手機 或者是搖一搖的手機重力玩法 而偶爾也會遇到遊戲中的小彩蛋 像是小風、九腰球、甚至加薪等等 都還蠻好笑的 而這次劇情中加入了很多的動畫去演繹 除了畫面真的還蠻好看之外 尤其是他的運鏡效果更是好啊 真的很像是電影的視野 再加上QTE的互動方式 真的很像在看一部電影 貓女人主題卡牌經營RBG 毛之城官網預約正式展開 身為玩家安妮將以調查者的身份 帥愛群可愛的貓小隊 拯救這個即將毀滅的世界 為了豐富角色的情感 更邀請到多名日本聲優加持 再加上精心製作的主題曲 雨堤系列 月兒動人的場景聲音 碧莉人帶給玩家全新的遊戲感受 新美玄二次元策略RBG 從反未來近日宣布展開了 事前預約登陸活動 除了深度融合 近代真實世界背景 懷悅1960年代 並採用全劇情英語配音 還邀請到大師級的配音員傾心演繹 達到最純粹的英文風情世界 而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沙盤開放世界策略TRBG遊戲 榮襲神級確定在9月19號正式上市 玩家可以自由創造角色 種族、捏臉、服飾、職業等等 可以體驗充滿跑圖樂趣的沙盤開放世界 也有一道諸多的劇情選擇 甚至可以決定NBC命運與故事的走向 這種無法預料的結局 正是遊戲分支選擇 還有不確定性的魅力 普雷威旗下MM1 RPG手機遊戲 希望M練練不忘 預計會在9月21號正式上市 遊戲是希望M改良的全新版本 有先想要透過更新的方式 來改善遊戲的問題 但是後來發現 因為遊戲底層的框架完全不同 無法用單純的改版方式來做更新 所以才會決定重新出發 蒸氣幻想冒險RG 空之要塞起航確定在9月20號正式上市 這遊戲中 玩家將成為環遊諸葛的開拓者 跟著主角翠西亞 以上駕駛世界上最豪華的蒸氣飛艇 尋找傳說中希望之地天空城 而隨著冒險劇情的展開 巨大的一盟也逐漸籠罩他們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還是點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定下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